哈喽 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呀 下午的时光 阳光慵懒 我们呢 也会有一点点慵懒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 没有关系啊 来 我们今天开始这个比较有趣的人物转手会的第15节课 那今天呢 我们会讲一个娃娃风格的效果 那娃娃风格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PS里面的夜化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下整形 所谓娃娃风格 我们都见过那种娃娃 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玩具 什么欧地娃娃呀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地娃娃的啊 就它那个眼睛呢 是特别大的 对 娃娃脸或者是那个 就是它两边那种婴儿肥呢 比较肥 你在找素材的时候 可以去往这方面的这个长相去找 然后呢 方便我们去后期对它进行个处理 那我们就会给它做成一种娃娃风格的 那今天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先去制作它的这个皮肤 呃 皮肤部分 然后眼睛 然后这个嘴唇 以及鼻子呀 眉毛呀 把夏季课 我们下周一的时候 再来进行这个头发绘制衣服处理 最终效果的一个处理 好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娃娃风格啊 当前我们这个唯美风格已经制作完成了 对吧 唯美唯美 就是色调的话就比较 呃 比较偏向于这种 你可以给它做一个粉色调呀 蓝色调呀 紫色调呀 或者是偏绿的那种色调 黄的色调 你都可以去尝试 对吧 唯美的 那娃娃风格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眼睛比较大 互闪互闪的这种 对吧 婴儿肥的这种效果 眼睛啊 暗黑的话是我们下周三开始给大家讲解的啊 下周二开始的 好吧 暗黑风格啊 行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去做一下这个效果啊 找到你今天下载的这个素材 大家都下载了吧 下载之后呢 它这个眼睛其实不是很大啊 但是它整体的这种感觉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娃娃脸的这种圆圆的 对不对 看起来就比较温润啊 然后这个照片呢 我们拿到手之后 还是要先用你的这个一像素的这个笔刷呢 去刷一下的 就刷一下 看一下这个线条呢 它是非常粗的 对不对 那非常粗的话 说明这个像素呢 它是不高的 所以说你要Ctrl Alt加A键 把这个像素呢 你给它改一下 改成300的分辨率 好吧 改大一些啊 这样的话 它又会变得很大 300的 那这个分辨率具体 我什么时候改300的 什么时候改150 什么时候改200呢 这个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 你就具体的看这个宽和高就行 就是你改成300分辨率之后 这个它在4000左右 就我在预估这个尺寸的时候 我就直接去在4000以下的这个尺寸 我都都给它就是设置 好吧 就300的 假如说你设置300之后 它才2100那它很低啊 这个分辨率 包括这个尺寸也很小 那你可以把尺寸调大 或者是分辨率继续的调高 还有呢 就是你去看一下厘米 厘米的话 它是有实际长度的 也就是28厘米到18厘米的这么一个大小 很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你就可以去切换一下这个单位啊 厘米单位它是这么大 那像素的话 基本上它也不小了 所以说点击一下确定啊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大小 改完之后呢 那我这个照片呢 就在放大的同时呢 也减少了一部分的这个杂色 好 那给它做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处理的就是它的一个颜色了 那调色的话 我们还是用到这个色彩平衡啊 或者是你想细节调整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可选颜色的这个颜色 给它去一去黄 把它这个黄色呢 给它去一去 这样的话呢 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呢 看起来就会 哎 好看很多 对不对啊 啊 然后你也可以就这个可选颜色呢 结合我们这个色彩平衡 它俩呢 一起去调 比如说我这个中间第二区域 我再给它加点蓝 让它亮一点点 但是这个你就一点点就行啊 因为调色它不是不是说 就反差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使劲调 那反差不大的时候 你就给它微调就可以啊 然后这个阴影呢 你也可以给它提亮一些 提亮之后呢 它整体就会有一 就是给它加点蓝色啊 它会有一种 就是加深啊 就那种感觉 那么它就不会那么雾蒙蒙的 对不对啊 然后亮高光的话 你也可以调啊 就这个黑白灰三个部分 你都可以去尝试着去给它调一下 青色尽量不要加太多啊 你可以把这个蓝料呢 给它加多一点点 但是 也也不要太大了 好吧 这个是我们灯前 结合可选颜色和这个色彩平衡 这两个一起去调节的这个效果 可选颜色呢 就选择黄色吧 黄色呢 给它拉到头就行了 给它降低黄色 不用过滤杂色了吗 用啊 刚才我们这个就是默认的呀 默认的保留细节大小 然后呢 这个100 就这个默认的状态就行 然后去确定它就可以了 它就会有一种减去杂色的那种效果 然后我们先给它调色啊 调完色之后 哎 这个都ok了 对吧 包括你这个皮肤想让它再白一点 那变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啊 你就用个曲线给它体调一下就行了 曲线 然后呢 给它稍微 哎 提亮一点 如果说画面的暗部区域 它的颜色 你不太确定的话 你可以给它加深一些 就是说它太飘了 这种飘飘的 那你就再给它加深 进行一个对比就ok了 太亮了啊 看是不是变亮了 然后它这个肤色呢 就有点那种肤若凝脂啊 就是特别清透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但是这个值的话也不宜过大 ok 那调好之后呢 三件加一 干印一层 干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减少杂色啊 去把它整个皮肤呢 处理都再光滑一些 来杂色 减少杂色 减少杂色这里边你可以单击啊 就查看一下这个效果 竖纸呢 都是这样默认的啊 我们不用去给它调 然后呢 去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啊 强度是最大的 然后细节不要 减少杂色最大 锐化细节呢 也不要 确定 确定好之后 它这个皮肤表面呢 是变得光滑了 但是它整体的这种块面的那种质感 类似于手绘的那种质感呢 它没有出来啊 你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中间值 或者是表面模糊的处理 那中间值的话 它这种块面的感觉呢 会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我在处理的时候 它这个头发丝啊 它会影响我那个效果 你可以直接找到你的这个修补工具 把它这一块呢 给它圈一下 然后往旁边这挪一挪 你给它修掉 但是修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瑕疵啊 就是不自然 毕竟它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一点一点去修 顺着它这个光影去修啊 因为你这个所移动的位置色差比较大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啊 色块 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均匀的那种小色块啊 这个你可以修啊 你可以不修 然后这个是修补工具啊 给它修一修 面积还比较大啊 也可以使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你给它选择一个硬度50%啊 稍微柔软一点的这种画笔 给它涂一下 把这种发丝的感觉呢 你给它涂掉啊 这样的话 你再进行中间值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多少看起来会柔和一点 嗯 当前也是给它修坏了啊 就是这个这样给它修一修吧 然后滤镜找到你的杂色 找到中间值 好 找到它之后呢 像这个 树脂的话 你可以就是让你整个画面呢 有一种块面的感觉就可以了 对吧 块面的感觉啊 包括这个衣服呀 头发呀 还有这个手 脸部 这个眼皮上 对不对 这个我就给它改成6了啊 6 让它这个瞳孔高光明显一点 确定 好 确定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处理的是它的这个液化部分啊 就是我们这个娃娃风格呢 这个眼睛它会变得大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在滤镜里边你找到这个液化的功能 找到它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去调整啊 我们直接在右边这儿呢 有一个人脸识别 来啊 右边选项 这儿有个人脸识别 可以点击一下 这个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人脸识别的话 那你可以换一个版本啊 然后液化在应用的时候 它也会稍微有点耗你的这个电脑 应用的时候你可以 我们去把它这个眼睛呢 调大一些 就这个大小呢 你是可以把这个链条呢 给它链接住 链接住之后呢 你再去调它两个眼睛是一起变大变小的 看到没有 这个眼睛就变大了 能感受到吧 我们就给它调到最大啊 给它链接住 完了之后 它左边眼睛还是稍微有点小的 你可以找到这个人脸的一个 这个图标啊 找到它 然后链接呢 取消掉 单独呢 再去把这个眼睛你给它调大 单独给它调大啊 那这个大小呢 你看着你自己的喜好来 假如说我就说 哎呀 这个眼睛太大了 太恐怖了吧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太好 那你就给它调小一点就可以 好吧 然后这个是当前这个眼睛啊 完了之后呢 是它这个鼻子 鼻子你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或者是下巴呢 也往上一点 就这样让它整体呢 就是 有一种五官聚集的那种感觉 五官聚集啊 就是小孩子的那种脸或者是娃娃脸 它的五官呢 都没长开 都都是聚焦在一块 所以说鼻子你可以往上拖 或者是啥呢 这有个鼻子的高度 对吧 鼻子高度的话 你直接把数字调大 然后眼睛距离这些啊 这个我还用细细的讲嘛 这个大家这个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去调啊 包括它这个嘴巴微笑的这种感觉 微笑的话 哎 给它微笑一下 哎 这个样子的 你想让它笑的话也可以啊 笑一些 然后这个上上嘴唇呢 就是厚一点或者薄一点 你把就好像 很生气啊 很咬牙切齿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这个是液化啊 就这个蛮好玩的 夏天小点玩玩玩脸对 就是下边下巴你可以给它往上提一提啊 往上提一提这样的提上去 额头的话也可以去调高低对吧 额头可以稍微大一些啊 好了 然后下边呢 就是这个前额下巴高度下额对吧 这个我把它的下巴呢 给它调到了最高的一个位置啊 就给它往上挪了挪 没有 这样子啊 你就调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的这个右侧数值呢 它就会跟着一起去改变的 这不能再往上调了啊 再往上调 你注意你的脸呢 必须是一个 正常的这种比例 你不能给它调的歪了啊 我去缩小看一下 好 然后预览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就这样是的啊 然后我们调好之后呢 点击一下 确定就行了 呃 对 这是在液化里面进行处理的 当然这个右侧这个咱有哪里不不太明白的吗 眼睛鼻子嘴巴都可以去调 或者是你直接找到这个人脸识别工具 出现这种白色的小框框呀 这个脸可以胖一点啊 对胖一点也行娃娃嘛 对不对 然后再稍微瘦一点点吧 不要太胖了 然后这个嘴角 嘴角长一点短一点 长一点短一点 娃娃的话嘴巴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或者是微笑 呀 这笑的太假了 行 那我们就不给它调的太过了啊 因为你可能一会在找它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找不着了 所以说我们就给它点击一下 确定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前这个眼睛 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 五官 脸部部分 我们给它进行的一个处理 当前我这个调节液化的力度呢 是非常大的 效果图上呢 是非常小的 你如果说习惯了两种哪个风格的话 那你就按照哪种风格去给它调就行了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些涂层的都给它合并在一起Ctrl加S 保存一下 保存格式的话 你可以保存一个 原文件啊 就是我们这个是15 16节课的 我到中面当中 然后呢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点击确定 确定好之后呢 这个ps 你就可以给它关掉了啊 那么关掉之后呢 打开我们的赛 然后找到你桌面的那个图片 就是你保存的psd格式 你给它拖进来 拖 拖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处理了啊 嗯 等一下啊 我这个怎么放大缩小 鼠标滚轮不好使了呢 我就害怕在用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Ctrl加加号 哎 好奇怪呀 大小是可以调为啥我的这个啊 好了 它它刚才是可能是卡住了啊 居然拖它 它不动 嗯 来 我们接着呢 先去处理它这个皮肤啊 皮肤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你的模糊工具 也就是c啊 找到我的模糊工具 呀 这个不能那样调大小啊 这个只能用左右中号键去调大小 拖进来的步骤同上节课 对 一样的 你就去给它绘制就行了 好吧 给它绘制啊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先去那个模糊工具啊 你给它模糊一下 就光滑一些啊 包括它这个眉毛 你也可以先给它处理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效果 这边也是啊 直接去给它处理 模糊模糊开 像他这个眼睛上呢 它会有一个这个头发丝 像这个一会儿画眼睛的时候 你直接给它盖掉就行了啊 小 然后把这个涂层呢 你可以改成一个针片叠底 我们先去做它阴影不分 哎 每日糊一糊 糊一糊更开心啊 来 最小直径可以调大一些啊 这样你画出来的线条呢 它是这样 啊 两头粗粗的那种效果 它不会很尖锐啊 那这个是我们当当前这个左侧 抗车加加号啊 抗车加减号 可以去调大我们这个湿图 然后像这边呢 也可以去给它 哎 画一下 把给它涂上啊 涂上之后呢 除了这个地方 你就是在画的时候 你的鼻梁呢 不要歪了就行 好吧 然后像其他地方 这个地方 它也会有一个影子 那这个影子的话 你可以去卡一下这个边啊 先卡一下这个边 因为它的下颌线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好 然后c 键你会这的时候 随时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模糊 b 键呢 是喷枪工具啊 然后直接呢 去给它 把这个地方 给它卡出来 好 这是它的下颌线 其他的这个地方 你在会日的时候 再去给它添加一些这种小细节就行了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给它加深一点点 然后c 键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一下两边 让它融入的自然一点 啊 像它这个手指的部分呢 一会儿你去刻画手指的时候 也可以去给它 啊 细致的去涂抹一下这个边啊 然后c 键模糊模糊一下 颜色比较浅的地方 好 卡通加s 呢 记得给它保存一个这个赛格式的啊 当然你也可以保存成我们这个勾批这个格式的都可以 把我就保存到桌面当中了啊 保存 好 保存好之后呢 你再进行保存的时候 它就能找到 为了下节课 我们还能用它啊 就直接去保存 然后把这个边呢 你去给它护一下 对吧 给它模糊一下啊 这个两头给它模糊开 模糊开之后呢 这个鼻梁的两侧的阴影呢 我们就给它做好了 然后呢 像它这个地方 如果说有一个颜色偏深的这种 你可以适当降低涂层的不透明度 让它和你整体的这个皮肤呢 融入的在自然一向 也可以拿橡皮擦去擦啊 对 随时绘质 随时保存 高光区域的话 它里面这个最亮的光呢 其实是在它这个部分上 这个光 等你做完之后呢 你是可以去强调一下这些高光的啊 所以说我们整体脸部的这个高光呢 我们可以最后再给它添加 像这个鼻梁上呢 你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个高光 可以改一个绿色的模式啊 因为这里边没有柔光 呃 直接去吸取这个颜色 啊 我说呢 我用这个喷枪啊 我说怎么没有颜色呢 喷枪啊 如果用那个涂抹工具的话 它就没有颜色啊 你去把它这个鼻梁呢 给它强调一下 像它额头上也可以不用去强调那个高光了 因为它那个上边的话 它会有发丝 你一会可以把那个发丝呢 去给它 就是画上几根就行啊 然后呢 模糊工具给它模糊开 我这个用笔的力度的话 其实不是很大啊 都是比较轻的 都比较轻啊 然后这个是它上边的这个高光区域 然后高光有了之后呢 直接去降低你的涂层不透明度 也是不要让它太过于亮了就行 只要让你这个鼻子立体的效果出来就可以 好的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绘制这个眼睛了啊 然后整体的这个 你可以缩小去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鼻梁有没有歪掉 或者是眉毛有没有一高一低啊 就整体这个 然后确定好之后呢 你可以去给它合并 那这个我可以再给它往下挪一挪啊 当前这个的话 它会有一点 就显得鼻 鼻子右侧有点高啊 模糊开啊 给它模糊 模糊力度大一些 看一下这个图层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啊 像这个地方 你再给它卡一下 这个边 它本来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这种高光啊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 你给它把这个高光区域给它留出来 把给它留一下啊 然后呢 模糊工具 你一旦你给它擦了之后 这个边它是很生硬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给它模糊 好吧 模糊一下啊 你看着自己这个细节去调整吧 是吧 就是给它画的越细致越好啊 这个小结构 小阴影 然后这个画完之后我就只要给合并了啊 合并在一起 然后这个高光区域 好 合并好之后呢 我们去画它这个眼睛 你再去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 找到你的喷枪工具 对 你在合并的时候 一定要从这个底层开始合并啊 就你上边不管有多少个图层 都要从这个对象的上方开始 一个一个去合并它 吸取这个颜色啊 然后你看一下你这个笔刷的一个 颜色 好吧 用劲儿大 它比较深 用劲儿小 比较浅啊 然后尖端的这个最角直径呢 可以大一些 然后我们去绘制一下这个 眼睛 眼睛 眼皮啊 如果说你这个手的一个角度 哎 就是画的不好 对吧 那你可以去旋转去 旋转一下你的画布啊 就delay的键 可以旋转 ok 像这个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整体的这个眼线呢 就两边的一起给它绘制上啊 太大了 其实也不好啊 这样子给它绘制一下 绘制完之后 你再画的时候 尽量就一条线给它拖过去 你不要给它磨 对吧 像我这样去磨磨呀磨 它其实就磨的效果不太好啊 来找到喷枪工 找到这个模糊工具啊 把它这个两头的一个效果呢 过度一下 让它自然一下 这边也是啊 过度一下 过度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前啊 这个眼线的一个绘制 是不是就明显了很多呀 它这个眼睛 对不对 爱给它强调出来啊 强调出来之后呢 它上方有个双眼皮啊 像做这个双眼皮 它俩挨的比较近 你也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去给它绘制 哈哈 你笑啥 不明觉厉 我居然不知道你在笑啥 然后这个颜色 你可以先吸取一下这个颜色啊 然后稍微让它带有一点皮肤的颜色 可以深一些啊 再深一点 这样子啊 让它有个皮肤的颜色 然后这个的话 它它它它不好画了啊 太难画了 你就一点一点给画 然后呢 画完之后模糊一下两端 哎 怎么个情况 卡住了 坏了 这个小笔头 它不跟着我一起走 你稍等它一下啊 保安 大家都认识保安是吧 啊 你说要一笔画下去 对 我给大家错误演示了一下 保存了啊 我保存了 但是当前这个应该是没有保存吧 唉 我我 我还等它吗 算了吧 啊 好了 你看 我不不想等它的时候 它就好了 它怎么能卡呢 你太伤我的心了 你不能这个样子啊 好 然后这个是上边的这个眼线啊 然后继续我们这边 你看 它这个双眼皮一个宽 一个细 那你就给它做成一样的 对吧 做成一样的 实在不行 你这边就是 这个线实在是画不好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边的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然后我给它把两头呢 模糊一下 这边也是模糊一下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眼线呢 也就给它画好了 但是眼线画好之后啊 如果说你的角度不合适 想调它的话 找到你这个小套索工具啊 你去给它框一下 因为当前我们这个是分层的 所以说你可以去框 然后找到你这个移动工具 或者是Ctrl加T啊 最后变换 给它旋转一下 我这个画的上面有点这个地方细 然后这边宽了 所以说我给它旋转 回车确定 然后Ctrl加D取消选区 这个操作和PS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调好之后呢 那这个眼皮上它会有一些这种黑色呀 或者是这个颜色 不均匀的地方 对吧 你可以找到原有的这个图层啊 找到原有的这个人物图层 然后呢 你去放大 对它这个地方呢 用你的画笔工具啊 就那个喷枪 好吧 我们说的这个画笔呢 就是喷枪啊 你直接去给它把这个地方给它遮盖掉 吸取颜色 然后这样去给它把这个双眼皮的一个厚度呢 给它做出来就行 呃 像这边的话 它的颜色可以深一些啊 因为它的光是从左边来的 涂完之后呢 拿你的这个模糊工具呢 给它模糊开 哎 这样子给它模糊开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你的这个圆图上去 涂一下 这个颜色你可以和左边保持一致啊 然后这边呢 要深一些了 这样你给它把颜色呢 涂得均匀一些 然后再用你的模糊工具 C件啊 模糊工具给它模糊 边缘 就是模糊的一个作用是啥呢 就让你这个 边边界啊 有那种 融合的一种效果 看起来不会说 显得很生硬啊 好 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双眼皮啊 这边我再给它挪一挪 太细致了啊 我觉得我做的有点太细致了 你给它往上移吧 稍微让它左右两边的这个宽度呢 保持一致啊 可能是s保存 那么这个双眼皮做好之后呢 你想让它有一定那种 厚度的话 你找到你的 模糊工具啊 然后你把这个画笔呢 调小 调小之后呢 这边啊 直接去沿着它这个下方的这个区域 或者是啊 你沿着它那个上方的区域 这样子你给它护一下这个线 那么它底下呢 就会有一有一条刻进去的那种 眼皮的那种效果 就上边是虚的 然后下边是实的那种 那你这个眼皮呢 它会有厚度 或者是啥呢 或者是你用这个喷枪啊 吸取一个亮色 在它这个 嗯 上边这个区域呢 你给它补上一层比较亮的这种颜色 那么你这个 眼皮呢 它也会有一个小厚度在里边 或者是你这个双双眼皮的 这个地方 眼线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它来一个这种亮亮的地方 那么它呢 就会有一层这个厚度 高光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高光 一会你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下 那眼皮 左右两边可以给它 模糊一下啊 这个地方它模糊的不是很自然 可以吧 就那种脏脏的那种地方呢 你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个是眼线的一种处理方式啊 还是找到模糊工具 然后呢 去把它上边这个地方你给它模糊过度一下 模糊开 你看 看是不是就有了 就好了啊 呃 完了之后呢 就再给它添加一些比较亮的这种小面 代表我这个眼皮是有厚度的 对吧 然后这边呢 也是啊 呃 这个 眼皮上 眼皮上 然后前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然后c键模糊一下两头 如果自然的话可以不用去模糊啊 好 那这个是我们眼睛这个部分的一个绘质 绘质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画它的瞳孔 嗯 在画瞳孔之前呢 你也可以先去在原有这个涂层上啊 c键找到模糊工具 嗯 就看你自己的那个模糊的快捷键是啥啊 然后先把它这个下眼简的部分呢 你去给它涂抹的均匀一些 然后它该有的这个边界呢 你也可以再用你的喷枪工具给它卡一下这个边啊 比如说我去给它卡一下 找到喷枪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直接按新建涂层 如果没把握的话就新建涂层 这个地方呢 给它带出来 这个颜色啊 带出来 然后颜色呢 也可以稍微的深一下 好吧 深一点 然后模糊工具呢 给它模糊一下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一深一浅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效果了 前方这个也是啊 你给它带出来一下 你可以这样子给它衔接起来 不衔接的话也可以啊 因为有的时候它衔接它会看起来有点生硬 那那样的话你就直接不去给它衔接了 这个地方的颜色啊 吸一下 那我这个就给它接上了啊 接上之后 它整体的这个下眼简呢 就是把这个眼球包住的 多少看起来还是有一些 不太自然的啊 那你就把中间呢 用你的模糊工具给它模糊开 或者是拿橡皮擦呢 把中间给它擦掉 让它就是呈现一个模糊的状态 不要不要像这个地方卡的那个边界特别的明显啊 好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你就用你的模糊工具呢 去把你这个瞳孔 就整体的地方呢 你去给它模糊一下 让它看起来就是 啊 这种模糊的一种状态啊 这个呢 也是直接去给它护掉 护的时候呢 你的眼球它可能不是圆的 对吧 这个没事 你在绘制的时候可以去给它画一个圆的 呃 你在它的下方啊 去给它新建吐槽 上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 你给它放到上边 这样你画眼球的时候就画不到外边去了啊 呃 被刀切了 哪里啊 这是什么 你是说太生硬了 那你可以用那个模糊工具继续给它模糊啊 就是稍微要带有带有一点这个硬边啊 因为它这个下方会有一个那个卧残 对吧 卧残的那种啊 块面的感觉要给它拉满 好 然后我们去给它绘制一下这个眼睛啊 眼球的地方你可以先给它涂上 对吧 先给它涂上 涂在中间啊 大小的话 你可以小一点 不要太大 好 涂满之后呢 喷枪要放大 放大之后不透明度降低 然后呢 最小直径也要给它调大啊 把你上边这个黑眼球的这个框框呢 你要给它刷的暗一些 刷暗一点啊 因为我们上边它会有一个眼皮的那个过渡 所以说你就给它刷暗一点就行了 这样子给它刷出来 好吧 刷完之后 如果说过渡的不自然 那你就直接找到你的这个模糊工具啊 去给它模糊一下 量侧就可以了 好 这边也是模糊一下 那模糊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眼白呢 也是需要去处理的 吸取一下眼白的这个地方啊 稍微体量那么一点点 然后你的喷枪呢 调小 先卡一下这个眼球到这个眼白的一个边界 你给它卡一下 卡了之后呢 往往这边刷 刷的时候呢 上面就不要刷白色了啊 这个眼皮的下方 它是有个影子的 所以说你就刷一下 中间区域的这个地方 让它亮那么一点点 我这个不透明度是降低了啊 所以说它这个颜色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那你在图的时候可以 把不透明度呢 给它调一调 好 这个是眼白的地方啊 刷一下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再给它刷上这么一笔啊 刷上一笔 然后呢 模糊工具模糊 这边呢 也是啊 可以再亮一些 就比它原有的这个颜色再亮一点 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c 键模糊工具啊 给它模糊开 呃 它会有一些不自然的这种现象 没事啊 我们一会还要去绘制这个眼球 所以说呢 你就直接先给它画就行了 有了这个之后呢 像它上边的话 也会有一层这个影子 你把这个影子呢 给它盖一下 把这个影子啊 给它盖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眼皮 双眼皮投射到这个 眼球上的这么一个影子 那这个影子画完之后呢 眼白部分也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绘制这个瞳孔啊 就这个黑色的部分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先去用 这个喷枪啊 去卡一下的这个边 就这个眼睛嘛 我们要圆润一些 但是我们有的眼睛呢 它是那种比较散的那种 嗯 啥是比较散的那种呢 就是 它的颜色和眼白的颜色几乎就接近了 或者是就是亮度上是接近的 它不会有这么黑啊 那你也可以去做那种效果的 就那种 散开的那种眼睛 吸一下这边的颜色 然后上边的颜色呢 要保持一致啊 嗯 然后这边呢 也是先把这个眼球呢 你给它 去处理的圆润一下 外部轮廓可以勾一下啊 吸取一下颜色 然后这边呢 也是直接给它勾勒 勾勒的时候就不要有这种明显的尖角出现啊 好 那勾勒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在它里边呢 去补充一些颜色 这个你也可以再去新建吐槽 如果说不想破坏的话啊 然后最好你在画的时候呢 调小一些 看一下你这两个眼睛啊 是否 一致 我觉得右边这个眼睛呢 它有点瓢了 就是说它上边这儿啊 这个地方有点 太 太口里边了 我再给它调小啊 就喷香工具 调小你的花笔 往这里边走一走 这样子的啊 然后不要让它 过去了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给它回来一点 这样它的眼球 它不是这样子张出去的啊 不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圆形 它得这样圆着过来 好吧 然后呢 给它 扣一下 OK 合并一下啊 然后这边呢 直接去给它 看一下啊 好 然后这个我就不给它吸扣了啊 我们直接去给它 新建图层 然后呢 去给它绘制一个 当前整体画面呢 你可以去找一下它的那个颜色 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类似于那种 黄色的 调子 对吧 就那种瞳孔那种 黄颜色 橙黄橙黄的这个 你可以先让它偏红一些 然后呢 找到你的这个 喷枪啊 喷枪工具 调大 调大到这个和这个宽度一样的 这样去给它刷一下 刷的时候想让它边缘柔软一些 对吧 那你可以把这个硬度呢 给它调大一点啊 调小一点啊 这样子它就会柔软很多 但是它默认的话 这个40就可以 就不要去动它啊 你可以去降低不透明度 最小直径呢 调大 这样的话你刷出来的这个它是 呃 宽度 差不多一致的啊 这样子 就给它刷一下 然后这边呢 也是直接去给它刷一下 刷完之后呢 它里边其实就已经有这种 嗯 就是 泛光的一种感觉了 对不对 你给它放到下边来啊 上面是这个眼白的一部分 好 放在下边之后呢 模糊工具给它模糊一下 一会我就给它合并了啊 两头这样去模糊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两头模糊一下 OK 模糊完了之后呢 有的地方它会不亮 没事 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补的啊 然后这个我们先去把它里边的这个给它合并 像这个外部轮廓的眼线呢 我们先不合并啊 来 我先往下合并 然后像这个眼眼检上眼线 然后这个双眼皮啊 我们先保留啊 嗯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新建图层 新建图层呢 这个你可以啊 就画在这个图层的上方啊 然后呢 去把它那种 比较亮或者是那种 勾合的一种效果呢 给它做出来 当前能跟上吧 整点咖啡色 你可以整 当前这个它其实也蛮像这个咖啡的啊 然后这个勾合你在刷的时候呢 像它这个 你可以稍微的细一点 不去做这个勾合也行 这个当前我们就做一个不太明显的这种勾合 然后上方的去给它刷一层那个比较亮的那种闪烁的一种效果啊 这个闪烁的效果你可以给它改一个发光 然后呢 颜色还是选择这种偏橙黄的这种颜色可以亮一些啊 调亮之后呢 找到喷枪 不透明度呢 提高啊 然后呢 直接把你的画笔调大 调大之后呢 在这边刷一下 把这边去刷啊 它就会有一种翻光的那种感觉 刷一半啊 然后这边呢 也是给它刷一下 顺着一个方向 刷完之后呢 它就很亮了 对吧 那你再找到这个喷枪工具呢 去给它 呃 画 对 老老是看花眼了吧 我没有看花眼呀 嗯 另一个图层了 嗯 怎么还能困是吧 舅舅同学他下午就是爱犯困呀 对吧 这不行啊 这得那个啥精神一点 对 护一下啊 这个护的时候你可以护一部分 留一部分边缘比较生硬的那种地方 哎 这个地方给它护一下 把边缘呢 给它留下 那这个边 它就会有一种 嗯 比较通透亮的这种效果 那假如我不想这么亮了 是太吓人了 这个眼睛 对吧 你可以给它降低点不透明度啊 独层不透明度可以降低的这样子 或者是啥呢 这个颜色不喜欢 那就Ctrl加U 给它调一下色相 调成这种黄的 或者这种红的 你看你喜欢哪种颜色的 对不对 就给它调色相就行啊 好了 然后这个我们调完之后 它的上半部分呢 它是有点太黑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当前这个图层上 把画笔呢 降低不透明度 你稍微呢 用你的喷枪啊 用喷枪 然后降低不透明度 然后呢 直接调小画笔 在上方呢 点缀一下 就是你在点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半透明的这种感觉 看到没有 就这种半透明星光神术啊 它也不是很亮 就这样的 让你上半部分呢 不会有那种 就是很生硬的那种黑色投影的那种感觉 对吧 就会灵活一点啊 好 然后这个是当前上半部分的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 去多多去给它画一些啊 点一点 没事啊 大胆一点 好 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也可以再去给它添加一些比较亮的 比如说再亮一些 画笔调小啊 尖端给它调出来 画笔笔头调小 ok 或者左右猪块键啊 给它涂一下这种比较亮的这种点 给它涂啊 这边也是这里边可以粗一点啊 这个比较亮的地方可以粗一点 像它这个地方可以细一点小一点 然后模糊工具呢 给它护一下这个两边 这个尖端的话不要太生硬了啊 就给它护一下这个头 这个头部啊 这样它就会有一有一种层次感在里面了 层次感在里面之后呢 那我们就直接啊 去给它再添加高光图层啊 这个我看一下 我直接给它合并了 这个也还满意 所以说不改了啊 就都给它合并在一起啊 上面这个眼皮呢 你先保留啊 然后呢 在新建图层直接使用一个高光啊 就这个白色的 然后想让你的高光亮一些 你也可以去选择发光 但是白色它已经很亮了 不选也可以啊 然后直接呢 你去看一下原图的高光在哪里 它是在左下方的这个位置的 挑大啊 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点一个点 然后顺着它去点啊 所以你这个高光呢 要给它顺着这个方向来 你不能说我点了这边 我点这边 你这眼睛看起来不太聪明啊 来这边给它点一下 好 点完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高光也就有了 对吧 你可以放大一点啊 点对这个位置 点点完之后呢 像它这个眼球啊 白色眼球里边呢 也会相应的有一些这种受光的那种面啊 你可以给它刷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对吧 其实这个操作的话就和你在用PS做那个路径的时候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底下呢也可以去给它刷一层比较亮的这种光 拉长线啊 给它拉一个长线这种 尽量贴合你这个下眼碱的这个弧度 好吧 然后这边呢 给它来一个这 这这样的 这个注意右侧啊 右侧它是一个阴影区域 它不会特别亮 所以说你可以线条画的细一点 然后这边呢可以亮一下 好吧 可以亮一点啊 然后这个调亮之后呢 太亮了啊 太长了 弱一下 调亮之后呢你再去给它点缀一些什么这种小的星星点点牙都去点缀一些下方这个地方对吧 给它点一下 如果想让它哭的话 那你得去画那种水珠的一种效果 好吧 当前这个水汪汪的我们就不让它哭了啊 然后C键模糊工具吧 画了这个线呢 再给它模糊一下 眼头 好 那当前我们这个眼睛呢 差不多就已经给它绘制完成了 布林布林的一种效果 啊 不喝水了吗 喝 这不是手就只有两个手吗 拿不出来第三只手了 OK 然后这个调完之后啊 那这个眼睛它其实这边还是有点 不太自然啊 就这个瞳孔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它护一下 让它柔和过去 因为它这个属于一个暗面了 暗面它不会有这么生硬的一个边界 那你可以去把这个瞳孔的一个边界呢 去给它护掉 把这样护掉啊 像这个地方可以硬朗一些啊 那我们这个眼睛给它绘制好之后 来检查一下 没有任何问题 那你就直接去给它合并涂层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把这个给它擦一下啊 这个位置呢 有点靠右边了啊 你直接再给它调到这边来一点 因为它主要的光呢 还是在这个左侧的 把这样子的一个光啊 调好之后呢 直接去合并涂层了 我这个上眼皮啊 这个睫毛呀什么的都ok了啊 我就全部合并了 合并好之后呢 新建涂层开始给它画那个睫毛 睫毛的话 我们先从上睫毛开始 那这个睫毛的话 我们绘制的不是说它呃所有的这个上面都有这个睫毛啊 不要按错x键啊 那个有一个我按了是一个什么键啊 它这个呃 橡皮呢就出来了 你把它去掉就行 好吧 就那个小橡皮啊 然后用这个喷枪直接呢去给它 哎 绘制啊 这个这个形态 那你绘制的时候呢 注意 就这个睫毛的话 你可以只画它这一半了 然后这一半了呢 我就不画它了 是吧 可以这个样子啊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那种日曼的那种 呃孩子的那种 画的时候 它就是这种有这么几根睫毛长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这种两头尖尖 哎 下边宽宽的这种效果 对吧 那你就给它绘制一下 然后这边呢 也是啊 这个你可以不用绘制的太长了 哎 我又卡住了 怎么撤销不了呢 嗯 对 用喷枪画睫毛就很柔顺呀 OK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给它画上去 好了 反正就给它画这个尾部的一部分 这样子就可以 或者是你想给它画全的话 那你也可以给它画到这个头 和头上也可以啊 你看一下是不是好看啊 我觉得还可以 对吧 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审美来去画它就行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再去 假如说觉得这个睫毛呢 它有一点 呃太过于整齐了 那给它拦上一根 对吧 它就再补上那么几根 但是补的时候你这个打弯的弧度呢 尽量就保持一致 呃就怎么好看怎么画啊 然后这边让给它拦上一些 把可以方向稍微披插一点点啊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睫毛的一个灰症 对吧 上面这个有点直啊 给它擦掉 橡皮擦给它擦掉啊 然后B键呢 再给它找到这个 这样子 我就不让它直戳戳的戳戳 我那个眼睛的感觉啊 然后这边呢 我我就快速的给它画一下啊 然后它里边呢 会有一些那种小高光之类的 那你可以去把那个高光呢 也给它淘添加一下 好吧 然后这种的一个小小睫毛呢 我们就给它绘制好了 自己画的美美点 对可以画你自己啊 然后这个画完之后啊 像它里边呢 会有一些那个高亮的一些区域 你可以吸取皮肤的颜色 在你睫毛上呢 去给它打一些那种小光 就特别细的那种小线条的这种光啊 你去给它绘制一下 可以绘制到这个下方 下方啊 因为它这个睫毛是翘起来的 它的光呢 会在这个下边有一层光 然后这边呢 绘制在它这个上边 就这么一层啊 你在绘制的时候 用劲不要太大了就行 然后稍微给它意思一下就行 这边 这边意思一下啊 因为它这个这边比较亮嘛 好那这个画完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两个呢 先给它合并在一起啊 这是上眼睫毛 那下眼睫毛的话 你可以先复制一个涂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去看一下它的皮肤啊 它当前这个皮肤呢 是有一些不均匀的 看到没有 不均匀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需要找到你的模糊工具 去模糊一下它抖下眼瞼这个地方啊 去模糊一下啊 模糊开 然后顺便呢 你把你把这个卧残呢 给它做出来 我们一开始去处理这个皮肤的时候 没有去处理这个卧残啊 因为我们就是我想让这个眼睛和它一起去绘制 找到你的喷枪 然后不透明度呢 降低 最小直径挑大一点 这样的话 你画出来的这个 呃 两头呢 它是稍微宽一些的 不会很尖锐啊 好 然后这个我们给它 在这个地方吸取一下这个颜色啊 去把它这个下眼瞼的这个边界呢 你可以先给它卡出来 卡出来啊 然后上边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下眼瞼部分 高光的话 吸取这边啊 给它来一个这种高亮的这个高光圈域 刷一下啊 给它刷出来 刷出来之后 模糊工具 模糊一下边界 那这个卧残的地方就有了 对吧 像卧残上也是有高光的 一会儿你可以给它点缀一下 然后像这个部分呢 也是直接去给它 找到喷枪啊 喷枪工具 吸取这个颜色 皮肤的颜色 高亮的颜色 给它刷一下 哎 我这是画到这个图层上了啊 那我就原图画吧 对吧 这样子啊 给它模糊一下 模糊之后呢 还是一样的啊 你去把它上边 这个高亮的部分呢 可以调小你的画笔 去给它刷出来 让它呢 有一个高光啊 好 你在做的时候分层啊 接着给它分层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卧残 就给它画好了 但是卧残的这个头呢 你注意一下啊 它是和这个眼角呢 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个头的这个颜色呢 可以从这边再过来一点啊 把亮部呢 可以再往这边来一点 这样子的 就是注意一下结构关系 不明白这个结构的 可以去多去看一些那种 关于结构的一些那种画面啊 然后高光呢 去给它选一个白色 普通明度提高 然后在它这个眼角的位置 给它点一下高光 那这边也是啊 给点点一下这个高光 好 点完之后呢 像这些你给它处理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给它添加下眼睫毛了 上眼睫毛 然后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那个图层啊 我们直接去吸取它上边这个颜色 下眼睫毛长出来的位置呢 可以从这个中间位置 也可以从这个边上 这个取决于你在化妆的时候 你是习惯性的画假睫毛 还是说给它涂 涂那个真睫毛 对吧 真的睫毛就是从中间去给它涂啊 然后你画假睫毛的话 那从它这个地方去给它长出来就消 这个是有一个位置关系的啊 那我们从里边去给它画吧 画一个真的啊 就最外侧的可以长一些 然后像它里边的话 你可以也就是短一点 弧度呢 按照这个来啊 这样子的一个弧度 可以自由一点 没有必要给它画的特别的整齐啊 就是本身我们这个睫毛 它长的时候 它也没有那么的整齐 对吧 有的长有的短 有的呢 还是翘起来的 所以说你就给它自由大胆的去画来就行了 那这个画完之后啊 像这个画完之后呢 直接拿你的这个模糊工具 把它的尖端呢 记得给它模糊一下 就这个尖端啊 给它模糊开 这样子啊 然后也可以去整体呢 去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模糊开之后呢 它就会和你这个下颜角呢 融合到一块去了 看起来呢 也不会说特别的生硬啊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前这个眼睛 这一部分的一个绘制 绘制完成之后啊 像那个眼影的话 你也可以去给它打上一部分啊 眼影呢 你在打的时候 记得你的 因为我们已经合层了啊 像这个睫毛 你先不要合层 你再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像它眼影呢 可以吸取它皮肤上这个颜色 或者是我们整体色调 你给它定一个色调 我是偏这种橘黄色调呢 还是偏红的呢 对吧 你就去定一个颜色 然后呢 在它这个区域啊 呃 这个区域 你去给它涂一下 那个眼影 就这个啊 我这个是黄色的 我去吸这个颜色吧 这种颜色的 然后呢 这边也是啊 你给它涂一下 喷枪呢 涂完之后 用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开 模糊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融合的那种效果 如果说颜色 它太飘了 太浅了 那你就给它去Ctrl加U 调它的一个明度 颜色饱和度太高 那你就调饱和度 对吧 明度降低一点啊 降低之后 它就会贴合你的皮肤 这部分了 能感受到吧 这是明度降低啊 好 确定一下 颜色的话 它就当前这种颜色也可以 或者是饱和度再低一点点 看起来有点太鲜艳了啊 好 确定一下 对吧 那这个是颜尾的啊 像它这个 鼻子这个轮廓这个部分 就当前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去新建一个涂槽 然后呢 去给它改一个叠加的模式 注意啊 是叠加的模式 然后呢 去刷一下这个颜色 它会叠在你这个上方 这样啊 它会有一个叠加的这种 为啥我们会在这个两侧 去给它刷一个这种 高亮的这种颜色呢 是为了让你整体 暗部的这个皮肤呢 看起来更加通透一些 刷完之后 记得用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开啊 模糊一下 然后呢 把你涂层的一个不透明度 记得给它降低啊 让它隐隐约约 能看到一点这种颜色就行 好吧 能看到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前的 这个眼睛 就给它绘制完成了 嗯 别多画 如果说你的眼影 想给它添加的 更加突出的话 那你可以在它上方 在绘制这个眼皮 眼线的时候 就一起给它画了 好吧 嗯 画上睫毛好看多了 这不是灵魂所在吗 有了睫毛 那为啥我们女孩子 都爱去种睫毛呢 就因为这个睫毛 它真的看着就 太好看了啊 嗯 这个地方呢 再去给它处理 处理一下啊 平整一些 好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 涂掉 模糊一下 OK 眼睛看起来就会干净一些啊 好了 然后这个我们眼睛画完之后 我们接着去绘制 它这个嘴巴啊 妈呀 一个眼睛灰了 灰了有50分钟啊 来嘴巴的话 我们先去找到原涂层 我先去给它合并吧 我这个就都不保存了啊 合并 Ctrl加S 接着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呢 新建涂层 然后把这个原涂层 给它隐藏啊 我们先去用喷枪工具 吸取一下这个口红的深色啊 你去把它这个嘴角的部分 包括它这个 呃 就是嘴唇的一个结构嘛 你给它绘制出来 然后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稍微微张开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个嘴它稍微有点弯 你可以给它画正了啊 就主观意识 你去给它摆正了就行 然后这边嘴角让它稍微往上翘一点 让它开心一点 乐观一点啊 好 那这个是嘴角往上翘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把原涂层打开 哦 对啊 它这个焰化了 吓我一跳 我这怎么歪了 来啊 这个移动工具 你给它拖出来 移动一下 往上移动啊 然后找好这个位置 对吧 它的形态还不太一样 没事 我觉得这个嘴形呢 挺好看的 我就用这个了啊 或者是你再拿橡皮擦呢 把它这个地方 记得给它擦一下 这边有点高了啊 所以给它擦 擦掉 擦掉之后呢 再把这个线条补一补 补完之后呢 拿模糊工具 给它护一下 护掉啊 然后这边呢 也是给它把嘴角呢 给它模糊开 好 嘴角模糊开啊 模糊开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嘴巴呢 那我们这个嘴巴呢 实际上就 就这个嘴唇啊 就给它绘制好了 绘制好之后 先找到原图 还是用你的模糊工具 先把它的表面呢 给它模糊 处理的光滑一下 上嘴唇 好 这样给它刷一下啊 处理的光滑一点 外部轮廓呢 也可以刷一下 让它模糊开 模糊开之后 我们就开始给它 涂颜色了啊 涂颜色呢 你要新建图层 放到这个 唇缝线的下方来 好吧 放到这个 唇缝线的下方啊 然后你去找一个 你比较喜欢的 这种口红的颜色 我们可以让它 偏红一点 它就是偏黄 那么一点点的这种 红色 然后把这个笔刷呢 调大 不透明度呢 可以适当降低啊 然后你去刷一下 先沿着它内侧呢 去给它刷一层 这个颜色 刷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左边 这个颜色呢 深一点 然后右边这个颜色淡一点 让它有一种层次感 在里面这样都可以啊 我给它刷一下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 可以伸一下 刷完之后呢 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开就行了 对边也是模糊开 好 那这个嘴巴 基本上的这种质感呢 就表现出来了 假如说你在图的时候 我想去强调一下 它的外部轮廓 对吧 那你可以去选择这种红色的啊 颜色呢 调亮一点 然后找到你的喷枪工具 去卡一下这个边界 但是你的颜色不宜过深 因为你的轮廓 卡得越死的话 那这个嘴唇看起来 就是越 越不 越不生动啊 就看起来死半的不行 就是这个呢 你就直接去给它卡一下啊 这个边 卡完之后呢 模糊 模糊的这个力度的话 把这个 模糊的笔刷呢 调小 这样去给它护一下 好吧 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 这种轮廓 而且呢 它还不会特别的生硬 就是你就看着 嗯 它有点偏向于那种 就是你要多画啊 C键模糊 给它模糊开 好 你看这个轮廓 是不是又给它强调出来了呀 对不对 强调出来之后啊 像它里边这个地方呢 给它涂一下 这个牙齿的这种白色啊 尽量是灰的这种 不要让它泛红 OK 然后模糊呢 给它模糊一下 毕竟呢 找到这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给它卡一下 这个嘴角的这个部分 因为像这个地方 它是不受光的 它肯定会 会比较深啊 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它擦 卡一下 OK 然后这种的啊 然后你可以去合层啊 上嘴唇还没有处理啊 我们先先不合层 找到你的这个模糊工具啊 把这个颜色呢 均匀的过度开 好 一件啊 然后整体的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偏偏一点这种橘色的 把把下嘴唇也给它摟一下啊 因为它它边缘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偏粉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就给它模糊啊 给它模糊开 变换它的一个大小 这个是嘴唇啊 然后嘴唇调好之后呢 像是它上边的话 会有一些比较高亮的这个区域 你可以去给它刷出来 带有一点饱和度啊 高光的一个地方 来 纯珠上它会有个高光啊 纯珠上就这种高光 你可以给它给它代表一下啊 如果说你不去弄的话 它上嘴唇的一个立体效果呢 它凸显不出来 完了之后呢 像这个你再去新建图层 那这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模糊一下啊 模糊一下 然后新建图层呢 找到喷枪 你去给它涂这个高光了啊 就比较高亮的这种高光 好 颜色的话 百分之百 然后呢 给它刷 刷完之后呢 模糊啊 给它模糊开 就这样子 给它模糊开 我们先就给它做一个大的这种水润条嘛 大的啊 或者是你直接去添加那种细小的那种水润条也可以 直接就给它做 做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当前我们这个小嘴巴啊 那这个嘴巴 找到这个涂层啊 这个地方有点有点挖 那这个地方再给它补补一些颜色啊 就它底下呢 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影子 你可以把它下方呢 加深啊 这就是我为啥要给它加深的一个目的了 这边其实可以浅一些的 一会可以给它补充这个高光啊 然后继续我们去绘制它里边的这个高光 高光图层新建啊 新建给它改一个发光的 然后呢 你去给它添加一个白色的 这个高光呢 我们可以就是给它稍微带着一点那种 纯纹的那种感觉 那你在点的时候呢 不要直点 那你可以点击的时候 向上拖 这样的话 它会拖出一个唇纹的那种感觉出来 把拖的时候 你这个点落点的位置呢 要在嘴唇最亮的那种高光的一个位置上 可以按住Ctrl键呢 去变移动工具啊 移动所绘制的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有深有浅的这种 有长有短的这种去给它绘制 或者是这个地方 你再多去给它点缀一下 对吧 点的时候有大有小 有长有远有近的这种 就是参差不齐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用模糊工具 你给它模糊开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图层 它是有发光模式的 所以说你模糊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种发光的那种效果在里边 除了这个之外啊 你可以在它底下这个水润条的图层上呢 去给它吸取一些深的颜色 给它补一些这个阴影的这个地方 放大能看清不 那给放大啊 这样子去给它补上一些阴影的部分 像这里边这个颜色 你可以深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就不用去添加了 像这边 你就可以给它加一部分 好吧 加上一部分啊 然后模糊工具给它模糊开 OK了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嘴巴 小嘴唇的一个高光呢 就给它制作完成了 它不是很闪亮啊 或者不是不是很水润 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找到底下这个图层啊 然后呢 用你的这个橡皮擦工具 你把这个边呢 你去给它擦一擦 因为我们这个边呢 处理的颜色是有点深的 对吧 你给它擦一擦 擦完之后呢 你去用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开过渡一下 让它左侧呢 保持一个比较亮的 因为它左侧呢 会稍有点那个光照啊 这样子给它模糊开 可以了 这个嘴角呢 就你给它处理的干净一些啊 给它处理的干净一点 可以卡一下这个边 我给它卡一下 然后像这个的话 直接 它试一下啊 我就合并了啊 因为你不合并的话 它它俩分两层的不变好 去处理 然后找到画笔啊 去给它 图一下这个区域 一定要模糊啊 一定要模糊开 好 那这个是我们当前这边这个嘴角 像右边这个嘴角的话 你可以像效果图上一样 给它也卡一下啊 就这个边 有喷枪工具啊 把它这个边呢 也给它卡出来 调大一些 然后直接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一下 这样的话 你的嘴角这个区域呢 它就会 哎 有一个很明显 从它这个下嘴唇 生长出来的这个部分了 对吧 当然这个的话 你可以不要让它太过于明显了啊 你给它模糊开 让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就行啊 然后这边的这个颜色是有点太过于 就是有一块黑的啊 你给它盖一盖 像它这个下边的这个嘴唇的话 你给它新建图层 我们改成一个针片叠底的模式 把它底下这个区域呢 你给它涂一个唇窝出来啊 那它底下呢 会有一个小唇窝 然后两头呢 你给它晕染开 这个唇窝的话 可以不用太明显了 因为它这个下嘴唇的话 它是有点厚的 所以说这个 你可以不用太明显了 好吧 可以不用太明显啊 然后这样你给它 画一个这个底下的影子 像嘴唇的外部轮廓呢 我们是需要有高光的 你可以再去给它新建图层 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发光图层上 你去给它添加这个 更多的一些高光啊 比如说我这个嘴唇上的高光 不是很亮对吧 那我就直接啊 去选择白色 再去给它添加一个高光的这种条 让它看起来更亮一些 或者啥呢 再给它点一些特别亮的那种点啊 特别亮的那种高光点 给它点一下 这个我没有画在一起吗 没有画在一起啊 我先给它点一下这个点 你就是给它画一些 比较亮的这种高光点啊 直接去给它画 画的时候可以精致一些 然后呢 再去给它画一条 这个比较亮的水润的这种线条啊 那这个嘴唇呢 它就会很亮 然后外部轮廓的一些高光呢 也给它绘制在这个发光的上方就可以啊 比如说下嘴唇上 下嘴唇上这个呢 你就多去拉几条线啊 画一条你比较满意的线 然后这个是唇峰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把唇峰的一些高光啊 然后你就先画画完之后呢 你可以去模糊工具给它模糊 C键啊是模糊工具 两头可以模糊一下 这边 因为它是在发光涂层上的 所以说你在模糊的时候 它会有点发光的这种感觉 看是不是就好了 那这个是我们当前这个嘴巴 上嘴唇的一个效果 扶了你个老六 上嘴唇的效果就好了啊 这个嘴唇和我们那个效果图上的嘴唇 多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 但是这个它也蛮饱满的 右嘴右边这个嘴角呢再去给它 我就都合并了 我就一口气我也谁也不留了啊 我就合并它 然后呢我再去用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一下这个嘴角 你看就合在一起去处理的话 就方便很多啊 完了之后呢 像这个地方嘴角有点靠外了 靠外的话 把你喷枪的一个不透明度呢降低啊 然后去给它涂一下这个嘴角 这样子 然后呢模糊工具给它模糊一下边缘轮廓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给它轮廓模糊一下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ok 喷枪啊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再给它刷一下 就代表我这个唇珠呢 可以更加的大一些 对吧 你给它刷一下这个深色 模糊工具给它模糊 看明白了吗 这个啊 我们这个嘴巴呢 就给它刷好了 就给它刷好了 嘴唇高光线不不模糊了吗 这个高光线 你可以就让它这么呆着 嗯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不够闪亮 所以说我就给它刷了一条这么这么明显的这个线 好吧 如果说你觉得哎 这个它效果好像有点突兀 那你可以给它模糊 我这个就不给它模糊了啊 就这么亮的一个小嘴唇小嘴巴 然后这个调好之后呢 剩下其他的就是这个鼻子的一些处理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眉毛的处理 对吧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眉毛的话给它加上吧 行不行 好精致的嘴唇 嗯 是的 这个颜色你在绘制的时候 就是尽量里边深一些啊 这个地方 然后下边呢 再浅一些 你也可以再继续给它 就是刷一些这个比较亮的这种颜色啊 就刷在它这个下方 然后呢 模糊工具给它模糊开 它呢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层次在里边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这种变化 好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眉毛啊 眉毛在绘制的时候 你要先在原图上用你的涂抹工具啊 就那个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开 模糊开 有这个头发遮盖了 怎么办 没事啊 像这个头发的话 我们最后在画头发丝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去给它盖掉的 所以说你就直接给它拉长 这样子先去给它模糊 模糊完了之后呢 来 我们继续啊找到上节课我们用到的那个新建一个普通图层啊找到你的画布屏息啊我这个是z但是我这个你得重新去设置一下啊画布屏息工具右键设置快捷键z键他这个老是不默认啊确定 确定好之后呢确定好之后呢画布屏息下方呢这个选择圆笔 然后画布呢不要去选啊我们去选择一个无纹理的这种质感选择无纹理的然后你在去绘制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种线条的感觉 能看到吧就是一根一根的这种效果啊就一根一根的然后吸取一下眉毛的颜色新建涂槽你给它绘制一下这个眉毛生长方向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眉毛的生长方向呢去给它绘制 好吧 或者是你就这样横着去给它拉拉这个眉毛的线条也行啊就这个啊 然后这边呢是这样这样长的啊 包括这边就往这边倒倒过来这样去长就行 实在不行你就吸取颜色然后直接给它拉到头就可以了 好吧这样再给它拉到头 其实这个地方一会用那个头发呢就给它盖住了你可以不用去给它折抹啊 好然后这个呢它会有一部分是比较深的这种颜色那你吸取一个比较重的这种颜色啊找到画布屏息工具 画布屏息然后呢这个无闻里 啊这个颜色它是你得用就是大一些啊它这个颜色是和下方进行混合的 好吧就这个地方你给它加深一些吧这个没封的地方没头的地方一定是浅浅的那么一层啊 没封的地方加深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它加深一下 好吧 模糊工具稍微给它模糊一下这个边过渡一下 然后记得把这个画笔呢你去给它调小啊调小之后去处理一下它的那个尖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对吧它有点不平整那我就去给它处理一下 找到画布屏息啊我又咋吐不出来啊挺小啊 好你去把这个眉形呢给它修一修 这种类型的啊然后呢再去给它用模糊工具给它模糊一下 模糊这个边就可以了 好吧这个是我们眉毛啊就给它添加上 然后这个眉毛呢可以继续啊找到画布屏息工具 然后呢给它修型对吧 就像你自己画眉毛一样啊给它修一下这个型 然后眉头的这个部分呢是一定要让它过度自然一些的 不要太深啊就卡的太死的话 你这个眉毛看起来就很生硬好吧 完了这个之后呢你再去处理一下你的皮肤上的这个碎发丝啊 塗抹工具给它涂抹一下把C键啊涂抹工具给它涂抹开 或者是一会儿呢你直接用那个颜色呢去给它遮盖 遮盖这个也行那这个是我们当前上方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啊 好那这个地方你就像这样子 是不是就光滑了一下光滑它这个眉头的部分啊这个地方 你给它或者是用你的喷枪啊吸取颜色把它这个边呢给它卡一下 卡完之后再用模糊工具给它模糊过度开 这样就可以了嗯那你这个眉毛呢就会看起来很板正对不对很板正的一种效果啊就有了 好吧这边这个眉毛也是一样啊像这个尖端呢你就先这样子好吧就像这个尖端先这个样子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画头发 好吧嗯 Ctrl加E合并涂层啊那这个是我们眉毛的一部分的一个绘质 你就先给它画到这个地方啊 画完之后呢其他的这个鼻子下节课我们再去整包括这个头发 下节课这个头发其实很好画啊分组的话也是比较明确的颜色呢就是右边深左边前 然后帽子的话去给它卡一下边就行了 ok吧大家有啥其他问题吗今天 有没有这个啥想问的 对坏头发时就给它盖住了啊 哈喽一个W一个W同学一个W同学 有问题咱可以问啊 no problem 行那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今天就到这里下课了啊我得保存一下同学呢也得保存一下 复制和PS一样吧复制的话你就给它拖到这个图层上这样去给它复制就行了 你要复制的话你得去给它CtrlA全显画布 然后CtrlC然后再CtrlV这样子给它粘贴就可以粘贴过去了 CtrlD取向选区啊这个是复制图层 删除的话直接点这个垃圾桶删除啊 然后新建的话或者是复制你直接拖到这个新建按钮上直接就会变成一个复制的啊 嗯 两亿之类的鼻子还是比较好画的 你可以给它画上我这个下节课再给它带一下吧 就给它带一下这两边 这里这两个边你给它卡一下就行了 对吧这两个边边给它卡一下 你这个线条可以粗一点也可以细一点 好吧 我就给它画画成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去模糊工具给它模糊一下稍微模糊一下过度自然一点就行 高光的话高光你可以在上方呢你去给它整一个那种比较亮的那种就是高光条啊就这样子垂直着下来的 好吧垂直着啊稍微靠左边一点好吧 因为那个光它左边打过来会靠左边一点 然后模糊工具呢模糊开让它有一个比较亮的这种条 然后你的那个光呢就对应着这个条啊去给它添加一个比较亮的高光点 添加一个比较亮的高光点啊然后也可以稍微往上拖一下这种 这么一个小高光就出来了 不透明度挺高啊高亮的这种高光 好吧 ok 了 其实它这里边块面感觉就很好了嗯 上课都不看弹幕吗 看呀随时瞟一眼 画图的话就专注力要比较强一些啊行啦 那这个我就今天到这里了 一个W是屁屁是吗 哎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 马甲穿的 你一天穿一个马甲我都不认识你了 连妹吗悠悠 不连了 连啥妹 等会下课 这个衣服是不是难画点 这个衣服的话不难画 它这个纹理你就不用去画它 你只去给给它卡一下这个边界就行了 包括它这个衣服你就保持它原有的样子就可以了 嗯 每天都脱糖是吧 那我不脱了我就下了啊 拜拜了同学们 明天我们是周六啊周六日 大家可以去画一下这个作业 或者是你觉得我上级课学的挺好的对吧 或者是我就完全吸收这个赛的一个软件了 其实也没有啥其他的啊 就是一些这个工具直接去切换 这样去应用了 这里边就四个工具啊 那应用的话你就顺带着把这个头发呢 自己按照效果图呢去临摹一下也可以的 对吧 OK啊那我今天就到这里了 嗯 拜拜同学们 我们明天不见 下周一再见 拜拜 复制眉毛呢 复制眉毛怎么操作 你如果想把这个眉毛复制出来 然后给它模糊嘛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啊给它框一下 这个我给它合并一下啊 给它框一下 然后呢去给它Ctrl C Ctrl加V 给它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出来了啊 用你的移动工具给它移动一下 有没有 就是你想去局部去给它复制内容的话 就这样去复制就OK啊 就这么一块 啊 这个删除用这个删除啊 递键它是旋转转画布的 删掉它 然后呢是这个啊 恢复 嗯 下周一见 玩游戏啊 你玩你玩 行那我就拜拜了啊 我们下周一再见 我们下周一再见 嗯 下周一遍